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当初因为围在我身边一堆学生 我又是编剧又是导演 我在导戏的时候有时候讲笑话 大概20个女孩有一个大笑的就是他 他笑声特别大 他性格好 你刚才来了这个 我喜欢这样的乐天 他特别爽朗 我就注意到他了 注意到他以后 其他都不笑的 后来我就决定娶了他 不笑那些人现在都后悔了 导演为什么就有这种选择权呢 所以我们说潜规则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导演我现在明白了 他就是在择偶方面有优势 其实别说的 我第一回看到他的时候就发生了灵异现象 怎么说呢 灵异啊 因为我呢 就看到他的身边呢 有一个人影啊 那个人影啊 我就没看清楚脸庞 但我直觉那就是我 其实那是一个感应啊 自动找位置 那是一个sign 一个真咒啊 哎 所以后来 哎 见了第一次面也没什么事 后来是他做了一个电视节目啊 我有机会去演一个大特约演员 哎 然后后来呢 就被他注意了 那我又知道他是摩羯座 就特食物的 所以我就不断的发挥自己的才华 母羊 母羊配摩羯 合适吗 合适的 母羊座有什么说什么 好就是好 哎 硬要讲的 非得让全部人知道 那山羊座又是他比较闷啊 哎 然后就需要我们去鼓励他 哦 所以一路走来 你觉得他求爱有一手吗 哦 都没求的 没完 是你跟他求是吗 哎 都 我们 哎 我怎么听说你们俩的求爱是在马桶上完成的 不是 有这么一个故事 他不是在马桶上 他那个是婚后一年 因为我是摩羯座呢 是不浪漫的星座 我看 五年 对 五周年 你看我们真没默契啊 那是已经五年了 他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 就是我刚才谈恋 我从来不说我爱你 摩羯座非常现实 非常务实 是不愿意说我爱你的 我觉得我爱你 这三个字不真实 你说英文 I love you 可以 中文 王月 我爱你 我觉得不行 对 我到现在也有障碍 是吗 跟人讲我爱你啊 会觉得害臊我们叫就有点有点脸红 我不是害臊 我心里有鬼 也不是 我就说这三个字 没有办法表达你真正的爱意 没有动力 满嘴我爱你啊 到时候落跑 他第一个人 对对对 我就常常开玩笑说 你把我爱你改成电冰箱 不是一样 是啊 电冰箱 他是行动 所以我基本上是比较务实的在行动上面 那行动上面又有一点防卫 比如说我刚才结婚五年后呢 我才开始释放出我对他的信任 这样的夫妻关系 五年才求得信任 因为我不相信爱情 主要是说这个爱情很难被我去相信 所以我在五周年结婚的时候呢 我在新加坡跟一个艺术团体接洽之后呢 我良心发现 五年后才发现 我在那边银楼买了一对戒指 一个带我这 一个在他那儿啊 买了以后带回家 带回家以后呢 我要感谢他对我的爱的付出 对他对我的肯定 那天呢 晚上十点钟 那么我就决定要把这个戒指送给他 表示他对他等于说一个爱情的一个回馈 结果结果一敲房门呢 他一打开是坐浴室上马桶上 他坐马桶上 我说王爷 结婚五周年快乐 他一打开 同时也在那个用力 谢谢 然后我还说你非得这时候送我吗 所以我那戒指永远我拿出来 那是其实那个才零点几 就几分的小转件 但是我人生第一颗转件呢 然后所以他就给了我 然后我就 但是我现在怎么戴呢 就怎么有味道 没错 是有味道的 对 我觉得你们夫妻俩这个夫妻关系 我早有耳闻 有吗 好像在台湾呢 你们也算比较传奇的一对夫妻 也是 十九年了吧 十九年 共同奋斗十九年 对对对 也不容易 而且他的性格这么不正常 对对对 我呢 顺着毛摸啊 顺毛驴 对对对 很能顺的 我是个梳子 但是你这样让我们觉得也太温良公俭让了吧 会吗 现在你知道大城市里的在内地 他很多这个夫妻关系的形态变了 不是说什么夫唱夫随 甚至是说 你老公你得为我服务啊 你得为我的事业服务 我自己要要成就啊 嗯 我都比较不来那一套 比如说像我的好朋友啊 就会说永远在那边花了很多时间呢 呃 在等老公来接了 等男朋友来接了 我知道他不来这一套 所以我从来不会说那你来接我啊 怎么还不来啊 我们从来没有那种事情 嗯 所以呢我我都常跟我的朋友们讲就说 其实对我来讲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台湾最幸福的女人了 那我都觉得说其实幸福对我来讲 它的定义呢 不是我得到的比较多 而是我计较的比较少 哦 对 我觉得没事呢 这间接的把他批评了 哦 没有他不来那套他爱的地方在别地方 再强调一次 他是我太太真会说话 哈哈哈哈 你能不会说 哈哈哈哈 你我还会说 那你跟他19年过来就一直很幸福吗 很好吗 非常幸福 你我我们其实从恋爱到结婚到现在真的没有吵过一次假 那不正常啊 正常 因为夫妻呢床头吵床尾和 但是大吵没有 小吵一点点 欧脸小气是有 但我从来没大吵过 啊 因为我结婚之前我跟他说了 因为我我基本上大他十岁 说这样的夫妻缘不容易 我给他个观念叫做 你要嫁给我的话 我提出个观念叫三世姻缘 三世姻缘就是说 如果你相信轮回 前面两世我们已经做过夫妻了 也许是元朝 也许是清朝末年 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世做夫妻 如果你接受我这观念的话 你就嫁给我 当你愿意嫁给我 我就告诉你 我们没有时间吵架 我们只能认真的去爱对方 跟对方继续的沟通 不断的这个妥协 然后开始学会怎么样找到对方优点 哎呦 这导演真会蒙人啊 但是他碰到我 我都信了 因为你看我们是不是县世报 就是你做坏事 你这一辈子就能得到报应 就能得到报应 好像是好事 但是就是有一点是 大家要珍惜 能够在一起的机会 所以我跟国秀真的是不吵架 虽然我们共同创立的 屏幕表演班 那么多的大大小的事 但我们都对事 就是说他有更好的意见 我就听他的 我有更好的意见 他就听我的 如果他还是不听我的 我还是觉得我很棒 那我们就别再提这档事 就照他的意思做了 有些事我就说 这是你别管了 照我的意思做 我就是要做这样 我就是要送大家礼物 我就是要怎样子 他就会听我的 对 哎呦真是 但是你们也让我想 你们这个感情 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 但是最近呢 是不是我这个人心里太阴暗 我觉得 有吗 我跟你说 是有 常看你也已经电影院了 你怕黑了 就是说幸福 你看香港人有一句话 叫什么 叫 就是表现幸福 你比如说 我有时候觉得很多电视上 你看夫妻就出来 就讲 哎呀 我们这个男欢女爱 我们有幸福 为什么 有些因为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是真的 但是也有一些 我就怀疑 假面夫妻 我觉得是真的吗 难道说真的说 夫妻生活 我想象着很难的事情 怎么就能 你像你这19年 对 而且人呢 是有弱点的 有人性的嘛 包括你像李导演 他这样的 是吧 选择权这么富裕 嗯 你你不受到诱惑 不会 19年来感情始终如一 永远觉得 他是你心头的宝 当然 我们在台北 还做过心理测验 我爱他 我对他爱你的付出百分之百 哎 他一个测验里面 我百分之九十九 嗯 对 还站在百分之一 唯一希望就对百分之一了 其实我觉得都互相信任 像他现在教学生啊 那肯定学生主动啊 对 也有很多女学生 是有一些机会了 对 但他也会 大家都老师呢 又会传简讯呢 我老觉得传简讯 干嘛离我那么远啊 传简讯 那叫短信息 短信发短信 对 但我也从来不会去看什么的 因为我信得过他 对 你没什么秘密 短信就是说 今晚上陪老师喝酒 外角去陪我喝酒 我跟你说 这个特别重要 你让我去看是不是 不是不是 千万别看 一看就坏了 不是 就互惠他了 你婚姻那么长时间呢 两个人呢 其实是有一个前提 我也见过人家研究这个的 说这种感情实际 不会因为一个新欢而放弃 因为太根深蒂固了 太需要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不能互相钳制自由 你要是互相步步紧逼 比如说查短信 查什么 你知道你像我 我们有一对夫妻 我觉得就搞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老公是个作家嘛 是啊 作家写文章啊 写日记啊 怕太太看啊 那天跟我讲 在电脑上加了密 设了密码啊 但是密码给忘了 哎呀 一部小说 现在正在找人解码 就说我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说你看这样 就老婆 你查我一次短信 我下次就对你留一个心眼 你查我一次电脑呢 我的电脑就加密 慢慢的其实两个人就渐行 渐远 对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信任 不管他是不是值得信任 信任都是很重要的 但而且信任真的是 一个最好的管理 真的 我对小孩也都这样 我觉得就是给他信任感 就像我们现在 剧团里头有非常好的执行长 就CEO 我们也是信任他 全权他负责 就说做的好的不得了 我说我们早该这么做了 真是的 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对对对吧 你这么对他99%的信任 就换来他对你100%的 疼爱呀 疼爱 对 你看着气色这么好 真是 你看着他这个 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在价的资本 他是很忠心不二的 所以我就说真的了 就是说真的 我是去尊重他 信任他 一切由他操作处理 你看我们我们之间夫妻关系 信任为前提 房子在他名下 车子在他名下 在我名下 只有一只手机 哎呦 因为我不要钱 我说无所谓 我通给你 我通不要 是这样子 所以他跑不掉 我也不愿意走 城府极深啊 谋生算了 这是摩羯座 这是摩羯座 摩羯座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夫妻啊有意思 咱们就这个人家事业都不错 咱们先跟这个李导演 就个沙姆雷特的戏剧 明年一月份 一月十六到二十号 在国家大剧院 那个巨蛋要上演 真的我都睡不着觉 我一想到这个事 我就兴奋到 我觉得 哇 我们怎么那么幸运呢 哎呦 真的好好 你看好老婆 今儿又出来了 我今天来就要介绍你啊 要不说你演的角色就合适啊 当然任何流行花园里边 山菜他妈 是不是 山菜妈就好了 别她妈 山菜他妈 我马上讲一下 我讲观众朋友就认得我了 所以你是本色啊 你这个 山菜 山菜 你看是吧 是山菜妈呗 所以你看你这多有福气 我很有福气 这叫出得听堂 对 上得舞台 对 不得厨房 而且还任劳人员整天笑 不管给折磨成什么样 好好 我老公 我迷恋他 我的天哪 还有这么好的人吗 但别说了 我都好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剧院看一下屏风表演班国修编剧导演的戏就知道我没病了就知道我没练肤狂了我没练肤屁了 他确实值得迷恋 是不是 他这是他五年都没有真正信任你 你你都觉得我经得起考验了 对 所以你看过了那五年就十九年加起来到现在 嗯 不离不弃 哎 他到底是什么魔力啊 我觉得你这么年轻漂亮到哪找不着一人呢 哎哎 哈哈哈哈 你是你是婚姻介绍上来 你婚姻介绍上来 你婚姻介绍上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就就就有这么这么一个故事 还是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人生呢要找四个人嘛 嗯 最好你都能找到四个人 那四个 那四个 第一个人呢就是一生中最爱你的人 嗯 第二个是一生中你最爱的人 第三个呢就是一生中陪伴你过一生的人 嗯 第四个呢就是自己 嗯 那我觉得我很高兴的是我这三个朋友我都找到了 因为人生只要找到一个就值得了 你找到一个一辈子你最爱的人值不值得 嗯或者是你没找到你最爱你找到一个最爱你的人值得吧 值得 那我三个人都找到了他肯定陪我一生的 嗯因为他是食物到他不会花时间去搞外遇的 哦 浪费浪费他的时间呗 实际了 对太太难搞了 到时候两头空啊 嗯 四头空了 动画片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又有一个会陪伴我一生的我又最爱的 他又最爱我的 接着呢我花了时间在找我自己去成就我自己要做的 那还有你自己吗 所以都是我自己 人家有些人说啊 说台湾女人做老婆啊特别好 嗯 但是就容易没有自我 嗯 我在台湾做了好多事呢 你看我主持了那么多的节目 嗯 嗯 然后我有空的话不吃苦的不怕吃苦我就去演演电视 嗯 嗯 我觉得这很舒服呢 因为他也对我挺放心的 但是我所有 你们两个人很有夫妻关系的这种 是是是 这种经验可以给我们辅导辅导 哈哈哈 因为啊我为什么说我心里阴暗呢 好不然我们现在随便收一个观众的来信 往往都是婚姻问题啊 真的吗 你好比说这位说我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在家贤富 深圳有好多像我这样的人嗯 读了大学长相出众只因为嫁了男人 就只能居家做全职的家庭妇女 哦 这种家庭的男女呢大都优秀 跟先生的爱情也因为时间而渐行渐远 哦 家庭生活没有半点激情可言 嗯 当初的爱情逐渐给所谓的亲情取代 哇 啊性生活如同月经一般 月月一次仿佛仿佛任务 完了快停经了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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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分房睡了吗 是啊 然后说我不知道他在外面有没有外遇 嗯 但我真的好想有一次外遇 哦 外人以为我们非常般配 但我却觉得好像生活在炼狱中 嗯 这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跟我们写的信呢 是啊 你要帮他解答吗 解答什么 怎么解答你来解答 不是你就学那个上海那个主持人 就骂他就好 你要说不去的外遇呢 你去句子外遇你怕什么呢 人呢要享受这爱情 你们爱情怎么过日子呢 你跟你老公你这么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不要打掉进来啊 有有上一个主持人 他谁在说他自己吗 他幻想中的 我上次去上海去看 他打开电视就一个男的 就骂所有的听众 没错没错 没错 现在挺火的 你也当我主持人 你说现在我们有一种就是暴虐犯的 一种主持风格 夜半谈心呢 不是跟你温柔 我就听过一个女的 你离婚我上次跟你说离就跟他离了 对对对 你这真是不可救药 我懒得跟你说了 对对对对 我懒得跟你说话 我真懒得跟你说话 那些观众啊 就好像跟受虐似的 很喜欢给他这么骂 对对对对 笑成这样 那怎么办呢 不用负责任吗 不用负责任吗 不是他真是这个节目的特色就在这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这个真可过瘾 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面对心理资商的时候啊 有些人都要吃粮药 可是有人要吃苦药 猛药 当头棒喝 当头棒喝 但我真的要跟 因为他爱文韬啊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说 他爱文韬 他要外遇找着木韬 他不是找你 他喜欢你的节目 从女士得到一点 我觉得那个激情一下子就过去 因为确实搞外遇那一刹那很刺激的 又有人爱你 你又有信心了 说的好像搞过似的 一定肯定的 我们学戏剧的 对对对 什么都演过 对对 但是搞完了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那是 完了就完了 可是你幸福的婚姻就没了 我觉得后悔 后悔遗憾太多了 而且晚不回了 其实现在人家一调查 很多夫妻啊 说是共度了一辈子 但是一般来说 这还算是老实人 往往相当一个概率 一般这一生中都有过一两次 那就是 精神上面还是肉体的 不是真的肉体的 可以 你也不知道 或这个事情就算了 但是又回到家庭 一直还很好 那你说这个 如果能回来的话呢 像我都有打算呢 万一他有一天呢 失足了 不小心了 就有很厉害的狐狸进出来了 也不要这么说了 就很厉害的第三者 条件也真的比我好 那我觉得 只要我 我够稳 他回来 我都原谅他 哎呦 天哪 因为我堵这口气 我就输了我的婚姻呢 太好了 是吗 有这么宽容 其实很多人都会原谅的 你知道我们这儿 有不有那段子说吗 是啊 说要是老公有了外遇 是吧 太太一夜不睡 第二天花两千块钱 找四家侦探公司 把证据罗列齐全 上法庭离婚 最后老公 什么都没有 房子孩子全归老婆 说这是北京的老婆 那还有一种呢 也是一夜未眠 但是第二天呢 去烫个发呀 去做个美容啊 买一个性感内衣啊 晚上把老公迷了 原来我老婆这么漂亮呢 是啊 然后最后成功 挽回老公 在周刊上还写篇文章 我是如何挽回花心老公的 说这是上海老婆 对 你这个台湾老婆这种态度 只要她回来 是吧 因为我平常呢 也会扮演小蜜 什么叫小蜜 我们这小蜜 何时指的 我我刚学的话呢 小蜜呢 指的是情妇不是吗 对对对 对啊对啊 我我好来 我都训练过她了 就说她如果得奖的话呢 她将会感谢三个女人 我这辈子呢 得了一个大奖 我要感谢三个女人 第一个是我太太王岳 第二个呢 是我的情人 她也叫王岳 第三个是我的秘密情人 地下情人 很巧也是王岳 哎呦 太好了太好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是啊 我还有一个这个港湾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屏风21年 我们曾经在2001年 发生过一个停演事件 全世界最挺我的就是她 我在家抱着她哭了两个礼拜 那么这是我的避风港 也是我最有安全的一个地方 那她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她电台组织 发生一些人事关系上冲突的话 不能解决她 回来问我 我成为她的一个顾问 所以我们互相互补 在互补过程当中彼此信任 信任到后来呢 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处处境是分居 分居就是 分居就是同一个 达到了分居的境界 这个一定要解释 分居里面在同一个屋檐下呢 我一个房间 她一个房间 可是现在世界报导 这是国际的趋势 每一个夫妻 不管你什么样婚姻关系 说的是第一等夫妻分房税 第二等夫妻分床税 第三等夫妻同床税 美国有个趋势统计 他也说2015年的时候将会有 美国夫妻70%是分房 不管房间大小 那好处是什么呢 分房之后你们的感情 我觉得 有新鲜感吗 当然你也需要那个小蜜大蜜 亲蜜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你就相邀嘛 是在我房还他房呢 然后我们个别要拥有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那种 有的夫妻呢 觉得前置自由 或者是喘不果气的那个事情 就你因为我觉得能保有自己的空间 是很重要的 哎我觉得这挺现代的 对而且你睡眠品质相当好 对对 然后我的 因为我有的时候拍戏晚了 录影节目晚了 我也不会吵到他 那他如果喝酒应酬 那个酒气也不会熏到我 嗯 我觉得好好啊 隔天就是糟糧了一点 而且还可以有点谈恋爱的感觉 是 怎么着今天晚上到我房 还是到你房 看灯笼惯哪 看灯笼惯哪 打电话可以包粥啊什么的 对 这挺好玩啊 就有意思 所以他是尊重你的隐私 尊重你个人一种独立的空间 这个空间 其实会让我们放松 你同床睡有时候就是他讲的 我打呼声音不好听 那我要喝了酒了 他躺在旁边 他怎么睡 是啊你独立筒都没用了 所以他是个国际的趋势了 2015年开始 第一等夫妻就是分房睡了 分房 分房间了 对如果生活条件能够允许啊 对 其实是真好 对 人是需要有个空间的 对 天天搞在一起 就是所以说夫妻长久之道 我觉得你们这就是一个道啊 你要天天睡在一起 真的人也是个动物生物 他会有丧失新鲜感的那个感觉 你像我们还有观众来信说嘛 你天天睡在一张床上 不叫说老婆了 不就不要说老公了 老婆都没感觉了 说老公抱怨他呀 说我们夫妻生活 他怎么呼噜起来 睡着了 女的都能睡着了 你想 他就 所以你们分房感觉 哎 很小甜蜜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恩爱福西 有爱 其实更多的是恩 恩 所以他干嘛对我这么好 哎呦 说得好 所以是恩爱 你觉得你们是亲情啊 爱情啊 这个怎么分呢 我觉得当然是 从爱情之后有亲情 然后有在一起福祉之情 现在就是亲爱的